小雖然院長的任期剩下兩個多月 但是還是願意在最後這段期間 將花東地區的需求 納入整個考察的行程 我首先表達感謝 但是你看過之後 應該知道有很多的問題是有待處理 那我想一個國家的整體的交通政策 最基本的原則跟方向 就是讓想要外出工作求學的人 都能夠處理 能夠平安順利的外出工作跟求學 而想要回家的人 也都有一條安全順利的路可以回到家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原則跟方向 在西部也許大家是習以為常 在東部卻是非常奢侈的訴求 到今天我們的火車票還是一票難求 我們要回家的路還是落實貪方不斷 所以我還是要針對這些最基本的問題 雖然你的任期所剩不多 但是目前看整個交通系統 在對於一些新型態的需求 所做的回應 我覺得還是相當不滿意 我希望院長還是能夠更積極的來做應對 那首先就是這個台鐵的購票的系統 已經十幾年沒有更新了 那你們最近也在做發包這個工作 那我們曾經因為針對許多地方不同的需求 包括有產業的需求 有旅遊的需求 也有在地人要回家的需求 這些是不同的需求 做過旅客分流系統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基本上就是因為我們台鐵現在的訂票機制 願意管 但是也因為習慣 看起來好像也不太願意有積極的作為 那針對這些不同的客員 包括一方面就是花東居民自己要往返家裡的權益問題 第二個就是一般的遊客 不管是個別遊客或者是團體遊客 要往返東部地區的需求 第三種類型就是陸客的團客 那這三種它的產業跟它的需求跟購票模式 其實是可以切割出來處理的 而不要讓其中一部分的需求去影響到外溢到 尤其是我們國人基本回家的權益 也就是我們交通政策的基本的目標 但是目前啊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主張 尤其是讓花東居民可以考慮比照歐美國家 院長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做這個自由旅客 在歐美國家買車票搭火車 像我在美國紐約到DC之間 Amtrak我常常在搭 我在台灣就可以上網去訂它的票 雖然它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線 我也買過 而且我訂它的票 我其實這票片上都有我的名字啊 那以實名制來購票 可以免掉這個為了搶票而買過多的票 影響到他人買票權益的這個問題 但是目前台鐵的回應 給我們的各種公文 有說法規的限制啊 如果法規的限制說可以修啊 說會影響到其他旅客的權益 院長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權益 比回家的權益更重要 讓花東居民可以優先 以自己的身份證來優先購票的這個權益 你們認為會影響到其他遊客的權益 那其實這是不衝突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兼顧產業的一個思考的模式 只要這個分流系統能夠做得好 第三你們說難以判定是否回挖東居民 身份證就那麼簡單嘛 這很清楚可以判定啊 還有什麼不能判定的問題呢 然後第一是你們擔心個資外洩 我們現在在搭國內班機 民航都是一樣要查驗身份證 要查驗護照的 人家民航公司都不擔心個資外洩 我們國營的台鐵就擔心個資外洩 這是我們管理的問題還是什麼問題 最後說怕有心人士浪費資源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去評論這個事情了喔 現在的資源已經亂七八糟 沒有一個人滿意 所以院長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 不在於技術或法規問題 在於有沒有決心要做的問題 我也知道整體的運能 在我們沒有做整個軌道系統的擴大 或者是真軌之前 我也知道運能可能會是有限的 可是這個關鍵就在於要不要做的問題 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那我對於目前整個 你現在的整個行政體系所領導之下的 整個交通體系的一個消極 一個負面的回應 這件大的改革的事情喔 這樣的一個負面的態度 我是比較不以為然 而且我覺得根本沒有認真要面對 我們東部居民最基本的 回家的權益的問題 是不是 我了解委員的論點 我先回應一下 就請我們陳部長繼續 那個售票系統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瓶頸 我在先前在副院長任內也開過會 所以了解說這個系統年久失修 要加一些新功能 真的是千一髮動全身 動起來非常非常慢 所以我覺得一大半的障礙 在這個售票系統上面 至於這方向上面長久來講 是不是可以有這個實名制的 我覺得是應該是有點彈性 我想請這個陳部長再補充 是跟委員說明電腦系統裡頭去做處理 那請他們在未來的招標裡頭 要做這樣一個動作 那第二點就是說 長你說已經要求 可是包括我昨天拿到的這個書面 都還是在否決這些方案 確實開會裡頭要求他們 把他納入去做考量 第四代裡頭去做評估怎麼樣去做處理 那跟委員報告 這個跟飛機飛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國際上是IKEA 他有一套的這種規定 那國內的這個實名制 他現在最大的困難點 陳如剛剛委員所提的 現在不是所謂實名制 把他放在車票上而已 而是查票的這個動作 那查票的這個動作 需要修法去做處理 需要修法去做處理 如果修法修不過的話 那當然有他的難度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會去處理 你如果覺得目前需要修法 修法當然可以做 是不是就你們認為法規上 可能會有障礙的部分 你們能夠提一個清單出來好不好 因為這一個還涉及到就是說 到時候我要查票的時候 還要跟附證系統 還沒什麼去做連線 我目前去看了整個鐵路法 沒有一個條文說 不可以這樣子做 既然沒有說不可以這樣做 你們覺得還有其他的法規上的障礙 那請你們具體的 將法規上有哪一些障礙 非常清楚明確的提出來給我們 沒問題 我們再從立法系統 配合我們的整個改革 來一起來做 沒問題 這個我們回去會盡快來做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所謂的這個發動 我們現在一直在推所謂的 禮拜六 禮拜天 現在是有所謂的連續假期的 這個返鄉專車 同樣的我也拜託台鐵這邊 在平常立假日裡頭 像週六週日 如果把它常態化 用返鄉專車方式來做處理 也是一個無形的所謂的 這種所謂實名制的方式 我想返鄉專車 因為它的配票的機制 跟平常大家訂票的機制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如果說可以 而且花東兩個地方又有所別 而且這個系統可能隨時在變動的 對 所以會讓消費者 讓需要搭乘的民眾無所適從 所以我建議你們還是有個 統一的模式 包括花東兩線都統一的模式 由台鐵這邊來主導 這個需要一點過渡期 過渡期啦 現階段裡頭 我覺得 那麼花東兩線 其實載一所謂返鄉專車 辦得不錯 而且它比較平衡 如果你現在返鄉專車 車輛還是很有限 你一天只有一班 大家搭乘的時間也未必一樣 因為這一個就變成 就是要跟地方政府來談 什麼時候的時間點 是最合適的 我寧可你是返鄉的這個專節 例如說你一輛火車裡面 你有一節 至少你可以優先保障 讓花東居民 他做得到票 是 這個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怎麼去做處理 我希望說你們把這個具體的問題 能夠名列出來 而不是以一些籠統的 這些抗拒的理由 來回應我們 那另外就第四代的票系統的更新 剛剛院長有提到 之前是十年更新一次 那我之前在質詢毛院長 或者是在交通委員會 質詢部長的時候 之前說 這個去年就說年底會完成 然後陳部長也是一樣這樣講 那現在最新給我們的資料說 要到108年的5月 108年我的立委 我們這樣子一個科技大國 以一個有能力有技術的國家 這是我們政府該有的態度嗎 這樣的時程會不會未免拉太長了 這個所謂騎乘的問題 當然我會請台鐵這邊來 盡速來做處理 看看有沒有縮短的可能性 因為他這裡除了台鐵本身以外 還有所謂的各個7-11 這樣的代售的這種情況 到108年 對當然我會請台鐵這邊來 我無法想一個一個 正在一個進步 而且已經有一定實力 跟科技科學基礎的國家 能夠這樣 會這樣子拖 以前還有辦法10年更新一次 你現在又拖到15年才更新 我們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照你們這個時間 剛好出來是15年了 不是到108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公路設施的問題 蘇花我們現在是不是還期待 能夠如期完工 有一段 就是那個漢本旁邊那一段 跟委員還是重新再說明 我們是有蘇澳都東澳 南澳都和平 河中到大清水分做三段 一個是106 107 107 這也是地方大家共同的期待 最後一段也要到108年 有相關的 對就是隔三年 我們分三段來做這個原來 比照原來預期的這個時段來做完工 那這個除了這三段之外 另外我們也關切 我下一張圖有 包括我們現在的這個事故率 這個是警政署所統計的 那這個除了交通事故之外 另外還有落實的事故 那麼在大清水 到